来 拜拜 拜拜 弟弟拜拜 秋日的茫水镇 在一缕缕穿透树林的阳光中醒来 这里是小书人们成长的地方 我带着一份特别的礼物 期待与他们在第一堂诗歌课上相见 今天这堂诗歌课是一堂户外的诗歌课 然后今天有一个老师的好朋友 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上这堂户外的诗歌课 他就是老师的好朋友谭松韵 我叫谭松韵 今天跟你们一起来上课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户外上这堂诗歌课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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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在田野上的孩子们 像一阵轻快的风 他们是自由的 天真的 和康老师商量后 我们这堂课的主题叫 看看风里有什么 你们如果准备好的话给我一个OK的手势我们就开始吧 好 OK 好 你的鼻子要开始启动了 大家感觉一下这股风里面有什么味道 糖素白骨 青草 糖素白骨 小草的味道 玫瑰花 玫瑰花的味道 还有呢 韩松韵姐姐 我闻到泥土的味道 好 当你触摸到风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一下它是什么形状的 爸爸妈妈睡 妈妈睡 像小河一样 风向的妈妈 像小河一样 就像大棉花糖云朵一样 哇 然后在我脸上轻轻地这样抚摸过去 我觉得特别的温柔 当我们感受风的那一刻 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开始偷偷走路 跟着风走过眼前的绿色的植物 翻过一座石头 看到了前面的小溪 路过了大大的湖 山对面呢 有一大片的海 海上只有一只小小的船只 上面有一个人 他在朝你挥手 你可以看到他的样子吗 我看到了我的妈妈 她在海上边绕镜子边揍嘴 你奶奶叫我告诉你我她很想你 啊 杨宇呢 杨宇呢 看到了爷爷的脸 嗯 她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小河 还有几个很漂亮的沃老师 但是她一直都没带我去过英语 她现在已经去世了 那你喜欢那儿吗 喜欢那儿 好 如果你们快乐 我们就把快乐写下来 如果你难过 我们就充分地难过 所以写诗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 慢慢地开始走路 我们可以跨过大山 甚至穿越时空 我们下一次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哇 风在陪伴着我 我能够看到我们相遇的那条小船 我们再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 过来过来过来 听话听话 别游了别游了 我记得你好几天没洗澡了 启慧萍的父母依旧在外打工 这一方院子周末就是她的游乐场 奶奶卸下一竹筐 起早给牛哥的青草 家里有两头小牛和小猪 爷爷常看着他们说 要像姐弟脸一样 得有人留下照顾 才能变得更壮实 像这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 慧萍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她添柴 烧水 很多时候她习惯性地 想挑起照顾家人的担子 她常常会提前准备好口粮 放进奶奶的背包 目送奶奶远去放牛 这样路再远也不会挨饿 然后她再回来陪着弟弟读书画画 弟弟的彩笔慧萍从不舍得用 想画画了 她就把牙膏挤出来当颜料 好 画这个要不要画太多了 这阵子 爷爷看慧萍一直没有和妈妈通话 便播了一个给她 走 慧萍显然有点抗拒 隔着屏幕的陪伴 也许在她心里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可爷爷准备拿走手机的时候 她起身跟了过去 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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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之 被牧树之 被牧树之 小女 黑色的 黑色的小鸟 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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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天在田野间和孩子们感受疯的诗歌课 讲给和我一同前来的邹迪老师听 她更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们共同完成的那首歌 分享给孩子们 来 第一段吗 对 第一段 大家觉得第一段 天上星星掉在河里森林的眼睛 这个是白天还是黑夜 那夜晚的时候 声音比白天大还是小 小 小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唱呢 温柔 温柔的唱 天上星星要在河里森林的眼睛 好 把自己变得特别温柔 像一个风一样 你要看到 没错 这首歌就是我这次带来的那个特别的礼物 歌名叫 随时落入你梦里 孩子们平常也很爱唱歌 我想如果把他们写的诗歌唱出来 唱出山外 唱给家人听 那会不会有更温和的回响 哇 大家好棒 鼓励一下 好 鼓励一下 黄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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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心话吗 真心 你今天是个课上 谁说的话子让你打赌 杨宇 其实 我已经有一个心理预设 就是 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历 但是我看到她的表达的时候 我有点很没忍住 因为她真的没有一丝是可以的 就是她的那个一丝笑和她的哽咽 和她低头和她抬头 就每一个瞬间我都 我都特别特别心疼看着 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带红色变框的小女孩 然后她就一直紧贴着你做 慧萍 对 我有问她想不想她爸爸妈妈 她怎么回答你呢 她跟我说 她的爸爸妈妈要等她弟弟长大之后才回来 然后我问她说 弟弟什么时候长大呢 她说她弟弟会做饭的时候就长大了 但她弟弟会做饭的时候 她爸爸妈妈就回来 她跟我说的很 回答的很直白 怎么会不想呢 怎么会不想 我看这个村里孩子 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一个村 他们的家长很多出去打工 然后留下就是爷爷奶奶照顾 然后或者是哥哥姐姐照顾她 或者她要照顾比她小的人 然后呢 这里的大人依然在做着大人该做的事情 是 就觉得她的父母不在身边 她真的会很孤单 就你需要给她一些日用 就这里的小孩 你会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大家会说 得到很多爱的人 才能够分享很多爱 但是你看到他们会觉得说 需要很多爱的人 会先付出很多爱 我看到你今天一直在写诗 然后你可以 给我读一下 老师 老师点词一下 老师 我带了我的小本 我给你看 这个氛围真的太好了 他们像花一样娇羞 他们像草一样坚韧 他们眼里有黑暗小溪 也有星辰大海 这是可爱的小诗人们 真好 当我看到那些写诗的小孩 他们长大 然后回到村子里面 当老师继续教孩子们写诗的时候 我会觉得未来 我肯定会把接力帮给他们 对 那我们明天的诗歌会 可不可以邀请他们 在村里的家长 还有一些村民过来一起看 一起玩 好啊 我希望他们家长能看到 他们孩子现在 这么小就这么棒 也希望他们能从孩子的诗里 或者我们的歌里 去听到孩子真正需要的声音 在村子里举办诗歌音乐会是一件新奇的事 孩子们带着自己写的小诗和小板凳布置四周 附近的村民们也赶过来 读着小诗人一手手的心事 还有一些年龄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围过来 他们说这是第一次知道诗歌 当然来音乐会的还有小诗人的家人们 被大山包围的地方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大家好 我叫周嘉春 今年十岁 我写了一首小诗叫幻想 幻想光明照耀大地 幻想童年被星空抢走 幻想是什么 幻想是思念 你问孤独是什么 眼泪哪怕只有一滴 你问梦里有什么 什么都有 有你想要的一切 有爸爸 对妹妹的爱 我弟弟今年五岁 妹妹也五岁 他觉得我不喜欢他 我带弟弟爬树时 我不带他 他就觉得我不喜欢他 我只是怕他受伤 我抢走他第二个小蛋糕时 他就觉得我不喜欢他 我只是怕他长不出坏的牙齿 妹妹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我喜欢他 像水悄悄流到一条河 那接下来再来一首小诗 大家可以朝后看 看到我们的山 因为诗里面全部都是山和爱 奶奶睡觉枕头太高 我和奶奶睡觉 奶奶就像在岩子头 我就像在岩子脚 我觉得诗歌是新歌 把自己的心情写成小诗 史官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是小诗人 我写完诗后 觉得自己很开心很棒 也很自信 因为我把自己的心情写成诗 心情就会很舒畅 我今年的新年日晚诗 希望我写的诗 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李亚在我的印象里 是个爱笑又真诚的孩子 诗歌音乐会上念了自己写奶奶的诗 她哭成了泪人 后来我抱住她 那两个小红脸蛋还是一直有眼泪 她的奶奶过世了 李亚所有不曾说的悲伤和压抑 在此刻得到了释放 这些孩子们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裂痕 但在诗歌里我能感觉得到 他们想要努力的向好的生长 很戳心也很欣慰 我和爸爸妈妈已经好久没见了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 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我的新年愿望是 我的家人相亲相爱 一家人健健康康 一家人健健康康 才明白岁 祝家人健康 平安地回来 台下孩子的家人 他们脸上五味杂陈 此刻的倾听是带着微笑 含着眼泪的 太多瞬间让我相信 诗歌给予了孩子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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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星星掉在河里 森林的眼睛 你要看到 你要看到不要吃惊 夜晚的秘密 白露睡了村庄宁静 想念的声音 你要倾听 也要回应 一小小的心里 花落到花开 小夕想要流向海 越远到越晚 哪一刻你才回来 并且欲亲吻大地 而我多是个远行 替我翻山去见你 绝不会告密 谁在哭泣 心划过黑暗天际 心划过黑暗天际 而我落入你梦里 化作流影 向我靠近你 照亮守护你 到天际 到天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